美国华人迎接11月的感恩节 除了可以吃火鸡来重温美国历史之外 今年还可以参加 东森新闻特别推出的 放享生活活动 透过人生各阶段的脸书照片分享 把感动带给全世界 甚至夺下照片人气王的话 你可以把全新的智慧型手机带回家 从亲子同乐的温馨场面 与远方好友重逢的珍贵镜头 到人生中最美丽的结婚照片 一幕幕令人难忘的美好时光 电视机前的观众已经忘了多久 没有好好地重新回忆 为了鼓励民众把握今年感恩节 回顾人生中的感动时刻 东森新闻和AT&T联手特别推出 放享生活活动 让民众从10月21号开始 便能尽情在脸书上分享 获得最多like 就可以免费得到AT&T独家赞助的 3C Galaxy Note 2手机 推出这个活动的用意呢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凝聚 与你之间亲朋好友之间的距离 那大家可以一起拍拍照 来留下你们最感恩以及感动的时刻 观众想和全世界分享喜悦 并一举夺得人气王冠军 拿下AT&T独家赞助的 Galaxy Note 2手机 其实很简单 现在就上网登陆东森美洲台的脸书 点选照片下方的Shading the Happiness字样 进入上传画面之后 只要短短三个步骤 首先第一步先按下蓝色的Applo键 进入上传画面 第二步选择自己最满意的照片 然后按下Applo Photo键 最后就是把已经上传好的照片 连接分享给亲朋好友 简单的三个步骤 短短一分钟不到 就可以参加竞赛 其实要拿到最高点阅率的话 你的照片内容就非常重要了 那我们其实 虽然我们的主题是限定与感恩节 但我们不限定 就是只是这个季节有关的照片 像你人生啊 以往的时候 任何让你觉得很值得回忆 感动的片刻都可以 强调参赛者不限年龄和性别 上传内容更涵盖人生各阶段 东森美洲台的放享生活活动 不只要让全美网友尽情上传照片 想力拼Like的点击率最高 赢得新手机的观众 更要注意活动要求的重大注意事项 你必须在它的参卖上面 你看到Link之后 不是下面post的Like 你必须点选的是照片的连结 那经由这个连结 会带你回到我们的活动页面 那在它的照片的右上方 你就会看到一个蓝底白字的Like 那压下去之后呢 才是按赞成功 鼓励观众过不一样的感恩节 热情按下快门之余 都不要忘记参加10月21号 到11月25号的放享生活活动 不只重温人生中的美好时光 也把幸福带给全世界 而人气最高的照片 还可以获得AT&T独家赞助的 Galaxy Note 2手机 一举两得快乐国家节 东西新闻又是英文文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